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学理想世界 我是张瑞芬 这个礼拜是开学的第一周 老实讲 学生也没有进入状况 老师也还在混乱当中 然后这个时候听到教育部有一个大消息 就是教育部宣布在111学年度开始 也就是今年的9月开始 全国的高中生只要在8点10分到学校就可以了 那么之前都是规定7点半要来升旗 找自习 排很多很多的活动 那为什么教育部会这样规定呢 因为在前年 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就有公民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的网络上面的平台提案 那么认为现在的高中生 普遍功课压力太重 睡眠时间不足 所以应该让他们到校的时间要改成9点半 本来是7点半 改成9点半 那么这样有个好处 让学生能够睡饱一点 另外跟上班族的上班时间能够错开 那么这个提议当然不错 这年头什么时代了 还有人7点半跑去升旗训化 还要以前还做体操呢 现在来看 这些东西都很不合时宜了 谁不想多一点点时间自己应用呢 所以呢 即使只争取到8点10分到学校 也还算不错了 目前呢 国中跟国小还没有同步 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家长接送的问题 或者说太早到校 校园有没有安全的问题 其实教育部的动作算是慢吞吞的了 因为呢 最近就是2月开始 台北市的成功高中 他们早就把早自习还有招会就全部都废掉了 那么最近呢 针对于国高中生 是不是要晚一点到学校这件事情 有很多不同正反两方的意见交锋 那我今天倒是看到报纸上呢 有一位高雄市的高中老师 叶振南叶老师 他的投书上面呢 他说 延后上学教育部是划错重点了 我蛮同意他的看法的 很多人就很单纯的认为说 能晚一点到校 或许就可以睡饱一点 可是我觉得晚睡晚起跟早睡早起 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作息的节奏 那么你可以晚一点到学校的时候 你会觉得晚上把事情做完比较好 所以你无形当中就会熬一熬的更晚 那么这样的一种循环是好的吗 现在的高中生有多忙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天的行程 五六点下课 补习呢 大概要补到十点回家 然后还有功课要做 忙到半夜那是很经常的事情 那在目前108课纲要求的考招制度底下呢 高中生每个学期要上传学习历程港案 要上传多元选修心得 来作为他们升学时候很重要的东西 而这东西必须在那个学期结束前做完 所以高中生蜡烛两头烧 他又要顾功课 顾考试的成绩 他还要做完这些所谓的学习历程这种业绩 那么后者这些东西你就算随便做一做呢 恐怕也要花不少时间 我今天呢 刚开完一个很烂的会议 就是有关于新课纲 还有学习历程档案怎么审查 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会议 那有好几个大学 还有高中端的校长 来讲解这一套政策 我呢 听者渺渺的 把这一套听完了之后呢 好像有点懂了 简单来说就这样 各个大学的校系呢 先定出他们的准备指引 也就是什么能力尺规 然后呢 给这些要考这个校系的学生来参考 然后呢 高中这些学生呢 他们就要准备学习历程字数 另外还有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 800字加三张图片 那么前者呢 学习历程字数 那些东西就是比较课业上的 然后呢 多元表现重整心得 这个东西呢 800字加三张图片 这个东西就是课程外面的东西 比如说活动啊 参赛啊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要来展现考生的 什么多元表现学习特质 学习成果 不管你用什么树状图条列式 各式各样图文并茂的PPT这样子 我听完之后呢 整个脑袋好像被打糊了一样 我这辈子是第一次听到 什么叫做能力尺规 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用一把尺 去衡量的哦 那这个尺是谁制定的呢 那是不是每个消息都不一样呢 这恐怕很难公平吧 能力层次呢 还分为认知理解应用分析 大学审查要重视三重二部原则 那么在会议上呢 高中校长就请大学端 要把这些能力尺规定清楚 也就是说你的能力尺规定清楚呢 学生才知道怎么去呈现 他要给你看的档案 还有一个叫做自主学习计划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高中生才多大 他必须要先有自主学习的计划 他做什么都要想到如何呈现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大学里面开一个课 那你就必须要你的开课方法 教学的内容必须要对应到 后面的产出 我其实很厌倦这一套思维模式 那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有些老师就很认真的去提问 到底我们怎么评量这个能力尺规呢 到底一个学生的兴趣高比较好 还是得奖多 应该给他高一点的分数呢 那或者说呢 合作能力会比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要吗 他这个比重跟配分如何 另外呢 一个团队做出来的结果 如果拿来作为个人的业绩 这样子又怎么计分呢 我觉得现在当中学的老师 真的是很困难耶 真的是可以赶快早一点退休了啦 我准备指引上面 就说小论文跟课外竞赛 是可以额外加分的 那天啊 要怎么样的竞赛 得到什么样的名次 才能够加多少分 这个真是天晓得 教育部呢 口口声声说 要注意到城乡差距 避免学生陷入一种无谓的军备竞赛 可是呢 高中端跟大学这一部分 完全都是无所适从啊 所以我猜呢 到最后就是不管他了 反正分数都差不多 到最后还是看考试的成绩 到头来呢 花了那么多力气 那么多时间 做出来的那些资料 在入学的那个时候 就完全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 这跟这个学生以后呢 能不能认真读书 得到什么效果 完全是两码事 当这些还在发育的高中生 普遍睡不饱 他们普遍有慢性疲劳症的时候 你的教育的成果 一定打很大的折扣 不管你再有高远的理想 很好的政策 我觉得效果都会很差 所以为什么我在第13集 生生有平版那一集里面 我一直在讲说 这个教育政策 是前瞻而不后顾的 因为他基本没有顾虑到人的身心健康 一个小孩只要健康 他学什么不行 但是反过来 当他很疲惫的时候 再好的教学内容 他也通不下去 吸收很有限 这种年轻人因为晚睡 然后因为每天在那滑手机 玩手游 所导致的疲惫症 在大学校园里面的通试课 或选修课就看得更明显 所以有时候上课回来是很挫败的 反而是在podcast里面 不为什么的 也不知道谁在听的地方 在那里讲谷 感觉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接着 讲上一集节目 还没有来得及讲的228 所以今天呢 就是五六天公告 这算第二集吧 不过呢 228里头的文学 还有作家 那可不是一两集 可以讲得完的 我们亲切了 讲到哪里算哪里 我们上星期呢 有讲到吴卓刘老先生 这个客家人 他是新竹新朴人 他这四人 有三本小说著名 当然写的不止这三本小说 这三本是最出名 全部都有一个文学 基本上来说 他是一个老式的文人 写那种文言诗的 他是1900年出生 所以你想看看 1945年 日本战败的时候 他45回了 45回的人 这四人就已经过了一半一生 我们当时有讲过 亚细亚的孤儿呢 他基本上讲的就是 台湾人在日治时代的 一种心理的彷徨 跟一种无依无靠 然后这一本亚细亚的孤儿 他本来有一个译名 因为他日文翻成中文的嘛 那本来有个译名叫做 孤凡 孤单的孤 凡船的凡 当然就是象征台湾 在亚洲孤单飘零的处境 那往下两本呢 无花果跟台湾联翘 他也是一样 用的是客家常见的职务 来隐喻台湾这种 很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精神 他写的就是228的事件 我最近听张亚中 就是竞选过国民党党主席的张亚中 他以外省人的立场 来谈228事件 很有暴躯的意思 首先他认为228没有死那么多人 再来彭梦契呢 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的魔头 还有呢 也不应该把这次整件事情 归罪给蒋介石 另外就是 陈宜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的 暴民造反 很多时候也不得不然 张亚中还认为呢 把整件事情定调为官逼民反 是不对的 那么他甚至还觉得说 陈宜对待这些造反的民众的态度 太过软弱了 那么以整件事情的史实来说 在考证上 我觉得他用的资料没有超过李瑶 李瑶考证的还是比较详细一些 毕竟是一个史学家 很实事求是 那么李瑶自己就说 他自己就是一个228跟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平反过 我记得我看李瑶大全集里面 他是有分析到 他说当时候在白色恐怖的时候 连同228整肃了很多本省的经营 但是呢 国民党对于外省级的左倾分子 下手更狠 原因是这些外省级的人 他们在台湾并没有家族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因为这样子的镇压 引发的反弹 那不可小看 另外呢 在228事件的混乱当中 外省级的人 他们的死伤也很多 那这个部分反而没有得到平反 他们其实也是无辜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呢 纯粹是来讲故事的 来看看一个文学的作者 他怎么样去看到 这整个社会的变迁动荡 还有他所觉醒到的事情 读小说能够让我们 对于社会事件呢 多一点温度去了解 比如说我记得 我读郑清文的三脚马的时候 三脚的马 三只脚的马 那么那篇故事里面呢 就讲到有一个老人 他躲在山里面呢 他是一个雕刻匠 他雕了很多马 可是那个马呢 都是三只脚的 残废的 然后马的表情都是非常悲悯的 非常悲哀的 那有人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永远都是 雕这种残废的马呢 后来他才说 他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他就是博卑啊 他就是专门在出卖自己的同胞 然后去换取自己的利益的 那么多年之后呢 他躲到山里面去 忏悔他自己所做的事 因为全乡的人 没有人能够原谅他嘛 那他也被他自己的良心谴责 所以呢 他雕的都是残废的马 他那个马 其实就象征 他自己的良心发现嘛 所以当你看到 那个三脚马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 博卑亚 他心里面那种痛苦啊 出卖了别人 难道他的良心 无所觉知吗 可是他后悔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上一集就讲到说呢 乌卓流的台湾连翘里面 就写到很多半山 所谓半山就是到重庆 去投靠国民党的台湾人 后来在接收来台的时候 他们都当了大官 也发了财 就是这些人 他们出卖了台籍的精英 所以白色恐怖的时候 才能够把台籍的精英 一网打尽 当年呢 很多人都是去日本留学的 也算是学霸 在宁汉分裂之后 蒋介石在重庆 汪精卫在南京 而这些人呢 就是投靠重庆政府的台籍人士 而这些人呢 基本上也是国民党 比较忠贞的一群人 那么在接收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变成了 接收大员 党政要员 上一集我们讲到呢 吴卓流的台湾连翘 这本书里面的第193页 就讲到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也是为什么 这本台湾连翘一出来 就绝对会被禁的原因 那就是他讲出了 当年50年代 白色恐怖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台省级的精英 被屠杀殆尽 这个名单 其实不是外省人 自己能够发想得出来的 而是这些台湾的半山 也就是台湾省级 在去过大陆 效忠于国民党的 这些半山所提供的 那简单来说 他们就是告密 那为什么他们要害自己人呢 有没有可能是迫于无奈 答案其实并不是的 那我看李瑶大全集里面 我觉得李瑶他真的也有触及到这件事件的核心 也就是说228事件及其后续 不完全只是本省级跟外省级的人的对立 第四个阶段就是本省人杀本省人 这是李瑶讲的 什么叫本省人杀本省人呢 就是本省人利用权势排除异己 这些半山利用政府要肃清共产党 顺便把比自己厉害的人清掉 以免妨害自己升官禁绝的道路 所以呢 一是妖宫 二呢 是除掉比自己优秀的人 读到这里呢 我真的是倒抽一口冷气 台湾人也是有列根性的 吴卓流的书里面也有讲到 台湾人呢 是五个人四个党 非常不团结 所以讲228以及白色恐怖 不能完全理解为 本省人都是对的 外省人全部都是错的 所以李瑶讲的没错耶 他说在白色恐怖当中 受害的很多是外省人 在560年代 很多外省人因为帮本省人讲话 然后遭难 比如说像殷海光 或是雷震 这些自由中国的 还有李瑶也是啊 还有一个躲到美国的聂华林 聂华林当时候呢 是自由中国的文艺兰主编 也差一点被抓走 后来是因为在美兴处的一场活动 里面认识了安格尔 美国的诗人安格尔 然后呢 跟他去了美国 才逃出去的 后来在美国 就办了爱荷华工作室 在两岸冷战的时代里面呢 他在海外搭了一个平台 能够让台湾的 或是大陆被迫害的作家 都能够到美国那边 然后这些都是外省人耶 那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 就是知识分子 学界里面的 像台晋农啊 许寿上他们这些人 哪个不是外省人 我们上一集讲到1976年 吴卓流在去世之前 他把台湾连翘这本书 用日文写出来 但是呢 他不能发表嘛 那个时候一发表 一定被禁 所以他就交给中兆正 然后跟他说呢 十年后 再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出版 结果吴卓流呢 料得真是神准 因为呢 十年后 1987年解研 那解研之后的 好几年后呢 慢慢的就开始有很多的人 敢说出228的真相 我们说的精确一点 1987年虽然解研 但是呢 后面那几年也还是抓叛乱犯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刑法100条嘛 一直要到1990野百合学运之后 废除刑法100条 逼退了万年国代 之后呢 风气才慢慢开放啊 那么之后民众的聚会游行 这些都不可能用刑法100条 什么唯一叛乱罪 除以死刑 已经都没有了 这些规定以后 那么言论才真正得到解封 其实呢 中兆正也想写228 因为在228发生的时候呢 中兆正是1925年出生的人嘛 所以呢 228发生的时候 他二十几岁啊 他也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 但是他没有办法写 所以他的着流三部曲 和台湾人三部曲 都写到光复以后 就停止了 1945年呢 日本叫中战 国民党呢 就叫做光复 都一样了 那李乔的 《寒业三部曲》 也是写到1945 总之呢 台湾文学有一个228障碍 那就是谁也写不过这个卡 只有一个人 就是吴卓刘 他就超前部署了 不要命的写了 台湾连翘这本书 所有的人 几乎都要到90年代 言论真正慢慢开放之后 才敢讲出自己受难的历史 或亲眼看到的一些事实 那么李乔呢 在90年代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埋冤1947 埋冤 这个埋就是埋葬的埋 冤魂的冤 那么埋冤这两个字呢 用台语讲起来 就刚好是呆丸 呆丸就是埋冤魂的地方 这本书呢 就是李乔访问了很多228 以及白色恐怖受难家属 而成的一本书 中兆正呢 有一本书叫做 台湾文学史讲 前卫出版社出版的 那这本书呢 就是到桃园的武林高中 去演讲的时长 武林高中 是不是那个升学率 很高那个学校啊 好 总之就是中兆正呢 在90年代 才开始到处去说 他经历过的时代 也就是开始讲 他的口述历史 他对于台湾文学的期望 他自己写作的历程等等 那么包括呢 228处理委员会啊 这些口述历史的调查 都是在李登辉当总统之后 1995年以后 才慢慢开始挖掘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张亚中 可能有一个误会 觉得说史实可能被扭曲了 被夸打 但事实上不是的 这些人是在 沉寂了很久之后 静若寒蝉了几十年之后 90年代才慢慢回忆起 自己经历过的 一些恐怖的事情 我相信呢 没有人愿意 回忆起这样的事情 甚至心里面还隐隐的是 有一个隐隐灾 如果一个路窟事件的幸存者 当年是小孩 现在已经是老人的 这么样一个人呢 回忆起当年军队呢 是怎么样的行求 逼供这些无辜的村民 然后他的自己的家人被杀害 全村几乎被灭存 想到这个还能够弃不成生 我觉得这个虚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说真的 我们上次讲到 吴卓流的雅西亚的孤儿 还有五花果 几乎都是一出来就被禁了 非常的坎坷 那这个台湾年轿呢 当然就更是了 可是中兆正 他自己的台湾人三部曲呢 第一部呢 叫做沉沦 第二部叫苍鸣行 第三部叫做插天山之歌 那么也是非常坎坷 在刚发表的时候就一路被禁 那么他刚开始是发表在 李万居办的公论包上面 结果呢 一刊登出来就被禁 稿子呢 就被警备总部拿走了 然后一扣呢 扣一年 不还给他 那当然就登不下去了 警备总部说呢 要审查完 再看看能不能放行 后来这个台湾人三部曲呢 刊登在台湾新文化 总共呢 刊了六期 被禁了五期 那当时候呢 许荣淑他们就把它 印出来个单行本 一印出来就被禁 那么中兆正自己印 也被禁 当时候中兆正还揭编 吴卓流留下来的台湾文艺 那这个文艺刊物呢 销量也不是那么好的 那当时候有很多的出版社 像台湾出版社 台湾文库等等啊 几乎出的书都会被禁的 比如说 出无花果 一出就被禁 出彭敏敏的自由的滋味 那也是被禁的 所以中兆正就说 顶着台湾两个字 好像都要受苦 所以台湾这两个字啊 真的是倒霉的象征啊 不但无力可图呢 可能还要拿命去搏呢 所以呢 张亚中可以不用再怀疑了 说真的没有好康的 如果说一本书呢 冒着杀头的危险 也要写的话 我觉得它一定有 非写不可的理由 所以从这里来看呢 中兆正1996年在武林高中 那十场演讲 完全可以用来验证 吴卓流 台湾连翘里面讲到的 二二八事件 以及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当时候本省级的精英 对于外省人来台的时候 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另外还有一本书 也很值得看 就是1991年的时候呢 叶石涛也出了一本叫做 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武林年代 叶石涛呢 他是真正做过三年的老的 1951到1954 也不过就是多读了几本 马克思的书就被抓走了 他们都是1925年出生的人 所以叫做北中南业 北是中兆政 在桃园龙潭 南就是台南 就是叶石涛 说到叶石涛呢 我很惊讶的发现 天啊 他家就在我家旁边耶 叶石涛出生在白金丁 又叫做打银街 打银子 那么那条街呢 其实就是很多银楼聚集的地方 具体就在现在的中义路 到明泉路之间 现在还很多银楼 我小时候就住在那个地方 当时候我们住的是 我大伯的房子 他是台南市的一个医师 蛮有名的 一个联合外科诊所的医师 台南人是很尊敬医师的 那我大伯在台南行医大半辈子 他说 可见呢 医师在台南人心目当中 是很有名望的 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市中心 所以叶石涛小时候 家里很有钱 是地主阶级 这是确定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用北中南业 这两个人的说法 来印证 吴卓流在台湾联翘里面 说到的228事件 我们来看看 这三个人的说法 是不是一致 至于那几个出卖 本省级精英的半山呢 这个我们晚一点再讲 为什么读读 吴卓流知道这个秘密呢 很简单呢 因为他那时候是一个新闻记者 他有很多的朋友 有一个同样是客家人 然后曾经当了省政府民政厅长 这个客家乡亲呢 偷偷告诉他228的时候 国民党是怎么抓人的 这些名单是谁提供的 所以呢 吴卓流就把这个写进去了 台湾联翘里面 而当他把日文版的这本书 交给钟肇正的时候 本来原稿上 还有个排盲第一名的 后来他自己就把它杠掉了 所以呢 现在在台湾联翘上面 我们看到的名字 那些名字是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总共有五六个人 当时候呢 吴卓流把台湾联翘 给钟肇正的时候 那时候那些半山 大概都已经去世了 但是那个第一名还在 那大家不妨自己猜猜看 那个人是谁 70年代中后期他还活着就对了 我们现在呢 就来听钟肇正攻跨埋 讲讲二二八的故事 那在钟肇正这个台湾文学史讲里面呢 有一篇叫做 一个台湾作家的成长 就说到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是桃园龙潭人 然后呢 以前念的是淡水中学 淡水中学呢 其实李登辉就是他的学长 后来念彰化师青年师范 那在青年时期 他就非常的爱看书 他读了很多外国文学 1925年出生的他呢 人生的前20年都是念日文书的 基本上中文是不会的 那在1945年 日本说中战 那国民党说光复 总之1945年的时候呢 他刚好20岁 他去当兵 当了半年以后 根本没有真正上战场 然后就已经回来了 当兵半年呢 他的耳朵呢 被炮击的声音给震到 所以他就听力受伤 后来他好像一个耳朵是听不见的 在战争的最后期的时候 日本政府全面禁用中文 但是呢 到了光复后 一夕之间 国民党政府呢 是全部禁用日文 所以为什么说呢 这是诗语的一代 跨越语言的一代 就是他们随着政治上的变迁 先是被禁用中文 再来是被禁用日文 那当时候不会中文的人呢 用日文写了文章 还要翻译成中文 才能够刊登出来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语言的转换 对于那种 读了20年书 都是用日文的人 怎么样可能一夕之间 你自己会的全部都不能用了 然后你20岁开始学 那我妈妈就说 光复那一年呢 他刚好小学毕业 他的年纪就是比中兆政 他们小几岁那种年纪 那小学毕业 哇 一夕之间光复 然后呢 日文都不可以用了 全部都要改用中文 所以他们就是 小学毕业以后 开始学 然后呢 所有的法治法规也都不一样 日本时代呢 是靠左边走的 所以你现在到日本去开车 是不是都要左驾 就是靠左的 光复以后一夕之间 全部都要靠右走 从靠左走 到靠右走 向左走向右走 日文变中文 然后呢 靠左走变成靠右走 现在想起来好像是笑话 可是那是事实 台湾刚光复那个呢 对于能够回到 中国的怀抱里面 是欢欣鼓舞的 是敲锣打鼓的 是非常高兴的 那么是对于中国报 有很大的期望的 这一点中兆政 跟叶石涛的说法 是完全一样 连跟吴卓柳也是一样的 加上我妈妈也是一样的 那根据中兆政的说法呢 那个时候呢 大家对中国都抱有 很大的期望 他自己非常用心的 学中文 然后呢 开始勤语补习 然后呢 非常高兴的学中文 那每一个 当时候教中文的老师 每个人口音都不一样 比如说在他家附近呢 就有一个广东省的 一个老师在教中文的 那他讲的中文呢 不是北京话 他讲的中文跟广东话一样的 所以呢 当时候教中文的老师 可能南腔北调 跟大家还是学得很积极 那么当时候呢 台湾社会在被日本建设了 20年之后 接上了现代化的风潮 所以在各方面呢 工业各方面都比大陆 还要进步 还要现代化 当时候台湾人普遍的想法是 台湾人的医疗 还有科技 工业各方面的水准呢 可以协助落后的祖国 建设成现代化的帝国 所以呢 即使是上岸的这个国军呢 穿得破破烂烂 然后看起来就跟教化子一样 毫无军纪 台湾人在海岸边 盛大欢迎国军登岸的时候 虽然心有点凉 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 所以刚开始只是 看到这样均荣不整 只是有点失望 那么这个期望到什么时候 才破灭呢 就是228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个很大的期望 终于落空 然后整个幻灭 吴卓流呢 在无花果里面 他就讲到 当时候外省级的军人 他们上岸之后 看到台湾的很多建设 他们都大开眼界 很多东西他们没有看过 比如说呢 水龙头这个东西 他们以为去买一个水龙头 去装在墙壁上面 水就会流出来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有水管这件事情 你要先买水管 然后呢 装上水龙头 那水才会流出来啊 可是居然有外省级的军人呢 去买了水龙头 以为装在墙壁上 水就会流出来啊 有很多士兵 他们来自于 比较乡下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连火车 电灯 这些现代化的设备 都没有看过 雅贤就是个 很典型的例子啊 那雅贤 还是我老师呢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教我编辑的 好 这个以后再说啊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联合报复刊的主编啊 那雅贤本名叫做王庆林 他是来自于河南的乡下 然后他17岁的时候 来到台湾 他自己说1949年的时候 他跟着孙力人的部队 在高雄上岸 当时候他才17岁 算是娃娃兵 隶属于陆军的一个通信连 驻扎在台南的旭丁营房 那这个地方具体在现在的哪里呢 就是承大 承大光复校区那边的旧文学院 那当时候是军营 所以雅贤有一次呢 他回到承大去担任住校作家 然后就回忆起 他当年很小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那一棵榕树 有没有 就是那棵国泰式 那棵榕树就在那里了 那后来雅贤 他去念了正宫干校 在复新纲嘛 然后当联合报复刊的主编 这都是以后的事情 他现在人在加拿大 已经移居国外很久了 今年已经恐怕90岁有了 然后最近呢 他要在红范出版一本 叫做雅贤回忆录 三月要出版 大家可以期待 我也很期待 看他这一本回忆录 一定会写到这一段的 雅贤为什么比名取为雅贤呢 那是因为他少年离家 然后非常想家嘛 然后在营房那个地方呢 就曾经在那里拉二胡 一边拉琴 一边掉眼泪 然后听得二胡的声音 好像在气宿一样 好像雅雅吐哀音 所以呢 他就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 叫做雅贤 他自己就说到呢 当年他才刚来台湾的时候 那真是大开眼界啊 因为从中国乡下的地方来 在营房呢 第一天站岗的时候 班长就交代他说 十一点半记得洗灯 那时候雅贤呢 立马出现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什么叫十一点半 第二个怎么洗灯呢 他看不懂钟表上面的 长针短针是什么意思 那有人跟他讲说 现在十一点半了 好 那接下来怎么洗灯呢 他就用那个刺枪 去戳那个灯泡旁边的地方 他以为那样子可以洗灯 他不晓得说墙壁上 是有一个按钮的 一按就可以洗灯了 所以可见呢 台湾当时候呢 在各方面都比大陆进步啊 这个是一个事实 而当时候呢 来接收台湾的国军 非常的贪污腐败 很可能陈宜自己 并不是一个贪污的人 但是呢 他管不了他的手下 所以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呢 非常的多 来接收 他们只是想要发财而已 那种发财 跟做生意的发财 是不一样的 钟照正就说呢 台湾人为什么会破灭呢 因为很快就发现到 从祖国那边过来的 不管是来接收的官员 或者是国军 你亲眼目睹了之后 就会知道要建设什么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候日本人战败 然后呢 仓促要离开 当时候有一个名词 叫做剥狗皮 因为一般都说是 狗是指日本人嘛 那因为他们急着要离开 要处分自己的财产 所以当时候很多人呢 就去接收他们的房产 他们占为己有 这个叫做剥狗皮 那当时候来接收的官员呢 他们更是把归工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私人的 那么另外呢 也利用物价的波动赚钱 那时候的物价 一天可以波动好几次 所以呢 如果你买一个土地 或者是囤积米或糖 然后呢 再卖出去 就可以赚到好几倍以上 很容易就可以发财 台湾人在日治时期呢 已经养成了手法的习惯 然后也守规矩习惯了 所以呢 看到这种贪污的景象呢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钟肇正就说 天才都想不出来的贪污的手法 在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 因为那是从中国那边带过来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他说农潭那边呢 有个机场 然后呢 日本人投降之后 有好几架飞机留在那边 日本人呢 解散走了 后来就有接收的国军进驻 把机场呢 接收下来 那么当时候呢 他就住在靠近那里的地方 他在龙潭国小教书 然后每次呢 看到那些飞机亮闪闪的很漂亮 就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安慰 日本这么先进的飞机 居然现在变成我们的了 他就感到非常高兴 可是过一阵子以后 他就看到那个飞机 闪闪发亮的亮光 就逐渐没有了 因为他在生锈 那为什么会锈得那么快呢 他百思不解 后来才有人告诉他说 那些接收的国军 他们用盐水泼在飞机上 让他生锈 生锈了以后就报废了 那报废之后呢 就没有人管了 于是呢 他们就把它拆下来 像一些玻璃啦 铝啦 这些东西就全部拆下来 然后呢 去淋卖 这些铝呢 就大量卖到民间 那民间就把这些铝 融掉以后做锅子 所以呢 当时候就出现了很多 煮饭煮菜的锅子 然后大家很高兴去买 那手表也是一样 手表上换那块玻璃 本来是很花钱的 但是呢 后来就出现了很多 比较厚的防弹玻璃 原来是飞机上拨下来的 他就拿来作为 钟表的表面 由此可见呢 当时候贪官污吏之多 那时候吴卓流 写过一本书 叫做波斯坦科长 他讲的就是来 从大陆来台湾 接收的一个官员 怎么样去掠夺台湾的财物 跟女人 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二十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号 之前台湾的社会上面 其实呢 已经很不稳定了 当时候的米 糖 还有很多的民生物资的供给呢 都是一日数账 然后人民的生活 非常的困苦 而就在那种情况底下呢 就天马茶房的茶器丝烟 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擦枪走火呢 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其实它也就是一个导火线 就全面引爆 所以二十八之前 台湾社会其实已经脱续了 在二零年代呢 日本政府呢 几乎已经把货乱 伤寒 疟疾这些病 流行病已经都完全绝迹了 可是国军才接受了一两年 流行病就大爆发 当时候物价腾贵 失业贫穷的情况比比皆是 所以呢 民怨四起 那再加上呢 外省籍 欺压 本省籍的事情也很多 所以 已经是在引爆边缘 关于呢 1947年2月27号晚上 在天马茶房前面 爆发的这个事件 吴卓刘 他是这样记载的 因为他当时候 是新生报的记者 那么这个报纸呢 日志时期叫做 台湾日日新报 光复后呢 改名叫做新生报 他的办公室呢 就在盐平南路 2月27号呢 吴卓刘 他刚好在报社编 第三版的版面 夜里大概8点的时候 就出了事情了 那么这一天呢 专卖局的茶器员 包括傅学通 还有叶德根等6人 他们到台北市 盐平北路一带 去取缔私烟买卖 那么在下午7点左右呢 查到了这个 天马茶室的 顶阿咖下面 有一个香烟的女摊贩 叫做林江麦 他大概40岁左右 那这些茶器员 打算把他的香烟 跟他的钱全部没收 可是呢 这个女人呢 就死抓着他们不放 就说 这是我们全家吃饭的钱 不然的话呢 你至少把一部分的东西 还给我 可是他们不答应 于是呢 就就是用那个枪托 打他的头 那这个林江麦 被打伤 血流如注 昏倒在地上 然后民众看到以后 被激怒 于是就追着去打 那个茶器员 那么这个茶器员呢 最后淘进永乐丁的一条宰相里面 可是一大堆人包围他们 所以他们只好开枪 然后呢 开枪的时候 误中了一个市民 叫做丹文贺 陈文熙 当场毙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民众被激怒 于是呢 就包围到警察局去 因为这几个茶器私验的 就躲在警察局 到了第二天呢 也就是228 这一天呢 很多人就开始聚众 然后呢 往行政长官公署 陈怡的行政长官公署那边 去陈情 然后呢 队伍里头 有很多是本省人 当然也有一些是外省人的 挤满了民众 那么当队伍的前头 渐渐接近 长官公署的时候 突然屋顶上的机枪呢 对民众开火 排在前排的 一排人先应声倒地 然后向城内四散 那么这个时候的人们呢 已经是非常的激愤了 已经失去理智了 看到外省人就打 所以他们包围住 专卖局的台北分局 然后呢 他们也占领了 当时候的广播公司 开始向外广播 那另外呢 局员百货也被他们冲进去 当时情况非常的混乱 然后呢 很多年轻人认为说 让外省警察有武器 一定会很危险 所以呢 也把警察局的武器 都接收下来了 当天警备司令呢 就宣布了临时戒严令 这时候呢 陈怡他一方面呢 筹组二八 这个处理委员会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 打电报给蒋介石说 台湾人开始打外省人了 然后呢 他的报告里面就说呢 因为这边有很多 共产党的分子啊 所以呢 要求蒋介石出兵镇压 根据吴卓流的 台湾连翘里面 他说到很多的细节啊 那么他就说到呢 这件事情的起因 本来是很单纯的 因为本省人不再信任 外省人警察 所以认为他们持有武器 是很危险的事情 不如取下他们的武器 自己来维持治安 他们的动机是很单纯的 而且没有野心 那么这种天真的行动呢 显示出来台湾人的优质 也可以说是呢 台湾人对政治上 是很无知的 台湾人那个时候呢 他们怀疑说外省的警察 他们是假借取缔 撕烟 事实上呢 是连同不是撕烟的 专卖局的东西 也抄走 以便自肥 那么就是因为 怀疑他们的贪污 所以呢 对这种取缔 本来就非常的不高兴 结果呢 台湾人就这么无知 在陈怡发布了戒严令之后呢 本岛人对他的恐怖呢 没有警觉 他自己也是一样 吴卓流说 3月1号的早上 他突破了警戒线 还到城里去看热闹 那个时候呢 长官公署前的机枪队 正在那里来来回回 车站那边呢 偶尔有枪声砰砰响 但是他自己呢 不晓得害怕 还绕了一圈回来 那么当时候呢 组成了一个 气烟血案调查委员会 有很多国大代表啦 参议员等等 向陈怡成情 希望能解除戒严令 那么陈怡当时候呢 解除了戒严 可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陈怡骗了他们 这是陈怡的缓兵之计 接下来可怕的事情 就发生了 蒋介石呢 派了国军21师 到台湾来 那这21师呢 总共大约有一万多人 他们本来在苏北搅供的 结果呢 他们就集结到上海 3月6号出发 然后呢 在3月9号那一天呢 到达基隆跟高雄 两个港口 然后上岸的时候呢 港口灯火通明 21师呢 在船都还没有接近岸边的时候 就开始扫射群众 那么在基隆跟高雄呢 造成非常大的屠杀跟伤亡 28的时候呢 钟礼盒在台大医院住院 他在楼上是有看到 居然百货被烧掉的 而他弟弟钟浩东呢 在基隆中学当校长 他看到国军21师 在基隆的屠杀 他感到非常绝望 所以后来他接收了 吕赫若的光明报 在1950年的时候被枪决 钟浩东也就是中和明 他就是电影 返校里面的原型人物 国军21师呢 在高雄呢 也造成很大的伤亡跟屠杀 当时候高雄中学呢 起来抵抗 在火车站呢 在地下道那边呢 两边开枪 死伤非常的惨重 那么其他知识分子呢 被枪决的 那更多 在吴卓流的 《台湾连窍》里面 他所记录的 就有很多报纸的社长 跟编辑他们遭难 例如明报的社长林茂生 林茂生担任过 台大的文学院长 那另外呢 就是李万居 这个是新生报的社长 还有呢 总编辑吴金链 还有总经理 延朝日 还有很多新生报的记者 那么中间呢 还有很重要的 一些社会的精英 比如说 一个很有名的法官 吴鸿琦 吴鸿琦就是那个 他就是吴伯雄的伯父 然后呢 他因为犯贪污 所以也被抓 有一个新竹地检署的法官 叫做王玉林 那王玉林也是因为 处理贪官的事件 另外呢 像王天灯 他是228处理委员会里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当时候呢 他也是省参议员 所以当时候遭难的人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画家陈城坡 律师李瑞皇 李瑞丰 林莲宗 医师呢 黄朝生 还有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师 叫做张七郎 他在花莲凤林开业 国君二十一师 后来集结到台东 然后呢 北上花莲 那这个张七郎也是遇害 从这份名单里面 你可以看到报社 文人或者是律师 医师 大概都是这些社会上的精英 像台南的叶石涛 他就是亲眼看到 汤德璋律师 被枪决的 等一下再来讲汤德璋 用叶石涛的话来说呢 日本人统治台湾 虽然很严酷 但基本上还是遵守 日本的宪法的 可是呢 像228事件 这种滥杀无辜的 这种逮捕异己 滥杀无辜这种现象呢 他说这种没有法治 根据的独裁体制 台湾人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没有办法接受 以日本统治底下来说好了 如果说你当面骂警察 或者是讲政府的坏话的话 那么这个叫造反罪 那么造反罪的话呢 罚款或者是违警 一情节的轻重呢 短则三天 重则大概29天左右 所以那时候杨奎在日治时代 就常常抗议嘛 然后那时候常常就被日本政府抓 常常呢 他是骂警察 或者是骂体制 然后杨奎常常把换洗衣物 都带在身上 因为他动不动被抓 然后呢 这个常常就是被抓去 关三天放出来这样子 结果在228事件的时候呢 他也被抓了 那起因是因为 他在上海的大公报上面 写了一篇和平宣言 那这里头其实就讲到说 台湾人应该跟外省人合作 建立台湾成为 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照理说这样的讲法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他不晓得为什么被抓 那那时候呢 他心里想说好吗 那再去关三天被放出来 结果没有想到呢 被判了12年 领到这辈子最高的一笔稿费 那么对于228事件呢 叶石涛的观察 我觉得是很敏锐的 他说228处理委员会里面 这些台湾人 他们不擅长跟官府争斗 又被耀卑亚打乱 这个耀卑亚就是内奸 也就是说 该逮捕哪些人 这张名单是自己人开的 那当然是一网打尽 非常惨 那个时候上面的知识分子 普遍不是报社的记者 不然就是老师 再来律师或者是医师 那么叶石涛就自己亲眼看到 汤德彰被枪决这件事情 现在如果你去台南玩的话 那么你会知道 有个地方叫做民生律园 现在叫做汤德彰纪念公园 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去那里玩 然后我们都叫做 那个地方就叫民生律团 民生圆团 或者叫民生律园 汤德彰就是在那里被枪决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 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权律师 我们现在只知道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但是没什么人知道3月13号 在2014年的时候 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他就把这一天 就是他的受难日 1947年3月13号 汤德彰被枪决那一天 就把他定为正义与勇气纪念日 说到汤德彰这个律师 他是非常传奇性的 他是一个混血儿 他父亲是一个日本警察 在交八年事件的时候被杀 他的母亲是一个州族的原住民 所以汤德彰是从母姓姓汤 因为8岁他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家里非常穷 然后他考上了台南师范 但是没有念完被退学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家穷到没钱去买制服 然后他母亲只好 自己缝一件制服给他穿 可是老师却说 这不符合规定 打他操心不及格 他就把制服脱下来 摔到老师的脸上 那我不念了可以吧 他就去做苦工 后来靠自己苦学 在20岁那一年 他就警察学校毕业 然后就担任一个警察 也算是有了个不错的工作 可是当场他遇到一个事件 就是日本人开车 撞死台湾人 那个日本权贵是一个医院的院长 结果法律居然轻轻放他了事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愤而离开警戒 也因为他当警察 在一群日本警察当中 他是台湾人 所以他一直是很被贬义的 他就发奋图强 到日本去念了四年的书 考上了律师执照回来 那个日本的律师执照是很难考的 听说只有东京地大那种 才考得上的 那个时候因为去日本念书 他就改名叫做板井德章 因为他的父亲就姓板井 所以就改名叫板井德章 40岁那一年 他回到台湾 把他名字改回来 叫做汤德章 他认为说 有正义感的人 做一个律师 就可以帮无力者发声 可以帮助这些无助的人民 那么当时候 因为他也算社会上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那么陈毅政府想要找他做官 叫他做公务员训练所的所长 他不愿意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要在中国当官 要有贪污的心理准备 那他就是不愿意 那么第二年 二二八事件爆发 各地年轻的学生都组织起来 那么包括像台南 也是成大工学院 和台南师范为主的学生 他们就开始要聚众 然后要来抵抗 那这个时候呢 军队镇压到台南的时候呢 知道他当时候 就是汤德璋呢 当时候被推举出来 是二二八委员会的代表 也是协助安定地方的 所以他跟这些学生有联系 这些成大的台南师范的学生 是有联系的 而总共有几百个人 决定要用自己的能力 来保卫台南 军队一到台南呢 就先抓了汤德璋 并且呢 要他供出所有人的名单 那听说呢 汤德璋被行求得很惨 因为他的肋骨 整个都被打断了 然后呢 到最后 游街示众 然后呢 被枪决 就当场在这个公园 被枪决 然后呢 他不管怎么样被逼供 他还是死都不说 那些名单 而且早早就已经把名单 用碎子机整个碎掉了 那也因为他一个人承担下来 他就说死我一个就够了 所以他一个人承担下来 他救了恐怕几百条人命 或者说是几百个家庭 1947年的3月13号 他游街示众完之后 就被枪决在公园 然后铺失三天 不准收拾 汤德璋完全是死很冤枉的 因为他完全没有叛乱的意图 他还试图要协调呢 就好像陈城坡一样 画家陈城坡 他本来是作为代表 要去跟官方协商的 就没有想到当场就被杀了 那汤德璋呢 是很冤枉 后来呢 3月中旬的时候呢 白重喜将军来台安抚 然后汤德璋这个案件呢 最后被最高法院判无罪 可是人早就死了 当时候呢 叶石涛亲眼看到 汤德璋被枪决 我相信他心里的震撼呢 不会小于那个吴卓流 在台北亲眼看到 二二八事件 叶石涛他自己在 1951年的秋天被捕 也是因为读了很多台贡的书 认识这些人就这样而已 所以他后来被判的罪名 叫做知情不报 光这样也能够关个好几年 1954年的秋天才出狱 然后呢 他自己还记载说 60年代 他有一些朋友出狱了嘛 然后呢 他还曾经 因为提着一些物资 去看他们 因为这些朋友 都找不到工作很穷 然后就因为去看看朋友 结果又被抓 而且是在课堂上 他正在上课 然后当场就被警 被总部的人带走 那时候已经是1960年代了 然后呢 这个还是一样疲劳审讯 这问了很久 然后写了满满三大章的口供 这样子 问来问去 他去探望政治犯 那也不过就这样而已 那是他以前的朋友 结果呢 当时候60年代还有特务 也还有这种思想审查 叶石涛看这个特务呢 连一个特赦的赦都不会写 因为那时候叶石涛就自己说 我曾经被关过几年 然后被特赦出来了 那这个特务呢 连赦都不会写 还叶石涛帮他写 叶石涛呢 在50年代被关了三年 一直要到1991年 他才说出 他自己心中真正的感觉 这同时也是对于228 还有对于白色恐怖事件的一个 我觉得不错的界定 那叶石涛就说 228跟50年代白色恐怖 完全是两码事 228是一个擦枪走火的事件 可是呢 50年代的白色恐怖 那是有计划的肃清 台湾岛上的很多想法 跟国民党政府不一样的人 包括跟唐山毫无关系的 各种政治解设 他的说法跟中肇政是一致的 他说光复初期呢 台湾的知识分子 其实没有台独思想 倒是有左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都比较倾向站在 弱小的贫苦的民众那一方 以作家来讲呢 吕赫若跟杨奎 这两个人大概要另外 另外再讲一集 这两个大概就是很典型的 站在贫穷的人民那一方 并且呢 日文写得非常好的作家 总之呢 说到天都欧一遍啊 那个到底那些半山就告密的 那些人到底是谁啊 这个我们下回再揭晓 现在呢 二八又快到了 那现在对大家来说 那就是一个放假日而已 很少年轻人知道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了 那有的人就说 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不要再想了 想得很烦 可是我常常想起来 德国有一个哲学家 叫黑格尔 讲过一句话 他说 无知者并不是自由的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你如果无知 你不看书 你就很容易被左右 别人讲了什么 就觉得 这个好像也有道理 那么现在呢 你到台南去玩 大家都晓得去 莉莉冰果店 对不对 可是呢 你知道那个莉莉水果店 那个老板 李文雄 他13岁就 见证到汤德彰被杀 这个事件 所以他后来才会去抢救 汤德彰故居 莉莉呢 是他姐姐的名字 他姐姐呢 当年曾经在美军俱乐部的冰果室里面工作 所以用果汁机打果汁 这在当时候是领先潮流的 台南的棺材板呢 听说也是从西餐来的 就是西餐的玉米浓汤 然后加上烤酥的面包 这样子改造出来的 读这些台湾文学的书 有时候想想你就很感慨 世界上有一种人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出卖自己的同胞的 那同时也有一种人 他就宁死不屈 他死也不招的 好像汤德彰那种 可是前者呢 不但发财 现在还很有名呢 而现在汤德彰 有几个年轻人认识 吴卓流 钟兆正 叶石涛 汤德彰 这些人 包括杨奎啊 吕赫若 因为他们的努力 所以呢 福尔摩沙 这艘孤帆 这艘船 终于有一天 能够远航到自由的土地 我要点一首很好听的 1975年的歌 Ross Duver演唱的 Sailing 那么这首航行 又叫做远航 那么这首歌来送给 这些顽强的老前辈 Ross Duver 他是苏格兰人 他的声音呢 非常的沙哑 然后也非常的有特色 我觉得他的声音是越老越好听 就带一点苍凉 他年轻的时候唱歌就这个声音 歌词很简单 I'm sailing I'm sailing I'm sailing Home again Close the sea 我在航行 我在航行 越过海洋 我要返回我的家乡 航行在 波桃汹涌当中 只为了要靠近你 只为了要得到自由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那么下一段就是 I'm flying I'm flying 我在飞翔 我在飞翔 就好像一只鸟儿飞过天际一样 我飞过天空 飞过白云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只为了要跟你在一起 只为了自由 这一首Sailing 我觉得Ross Duvall之外 大概没有人可以唱 那么这首歌在1975年的时候 光是英国这张单曲唱片 就卖出100万张 到目前为止 还是Ross Duvall 他销售量最高的一首单曲 这首歌不但思乡情窃 而且把那种壮阔的理想 带一点悲凉的气息 我觉得诠释得非常好 讲到这些文学老前辈 我常常想说我们的教育 如果哪一天能够让学生 多一点点对文学的理解 或者对作家的重视 那难道不会比 晚半个小时上课 或者忙着去做学习历程档案 或者去读什么本土语 难道不是更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这首好听的Sailing 航行1975年Ross Duvall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勋呢 李宗盛 We are saving We are saving Hope again Cross the sea We are saving So divided We dare you To be free Oh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the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the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